原来刀狼还是内语顶流 嗨 我是小伯父 消失了12年的刀狼 前两天举办了线上演唱会 时时数据净高达6亿点半 全场三个小时半 无休音连唱39首歌 到2002年的第一场许一响 瞬间也轻回了 说起从网络响彻了 街头小巷的2002年的第一场许 必然是成功让它打开了知名度 还有此专辑中的情人 用通俗的情感霍遍全国 凭借着高亢沧桑的嗓音和独特的西域风情 在那个华语乐坛百花绽放的时代 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甚至彩铃和专辑销量都是名列前茅 2010年 他被那阴阳昆汪峰联合抵制 刀狼当年也被迫与十大歌手失之交臂 他不具备审美观点 刚才说了半天 就是刀狼的这个销量呢 我又闭嘴了 他的确我们谁都没卖过他 可是咱不能光靠销量 但谭永林专程飞到新疆 向刀狼邀歌 一手披着羊皮的狼 深受大家喜爱 只是没想到2023年刀狼 用源创罗刹海市 号称没有一个脏字 去骂了半个娱乐圈 总如一样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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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